我现在离之客医站正准备坐大巴车去朗县然后换车火车直达拉萨 走 进来了排队购票 十分钟 这是后车停 直达拉萨 成都 摩托的车都在这 这边是朗县找到了 先去上车吧 即将出站 林芝到朗县 230公里 小价96 出发了 预计4到5个小时之后 到达朗县 林芝机场林芝火车站都在这条路上 对面山脚下有一个房子就是林芝火车站 这边的轨道也在修建 距离朗多 还有10公里 米林机场21公里 这是雅鲁藏布江大桥 全长1810米 下面就是雅鲁藏布江 经过了一片大沙滩 沙滩上还有树 就像来很热的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还有85公里 正好一个小时车程到达了米林机场海拔2900 旁边就是机场 这就是米林客运站 这就是米林客运站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 过了李龙香 距离卧龙镇还有两公里 经过了卧龙镇 坐车两个半小时 这里遍地都是牦牛 对 对 对 来 我们来到达去 对 对 对 进入老线了 坐了三个半小时的达巴车 现在海拔三千 看一下上面的牌子 这边的天气时而晴空万里 时而乌云密布 下去了大雨 扎西唐村 这还看到了幼儿园 下午的四点钟 坐了四个小时车 这的海拔是三千 洞嘎镇 现在外面的雨下得还挺大的 经过了一个隧道 还看到了川藏县骑行的 这就是县城 坐了整整五个小时的大巴车 终于从林直到达了朗县 先后就是客运站 沿着街边走 前面是朗县的条 在周边找住的地方 这里距离火车站是3.6公里 经过了一个广场 打开手机 这些酒店均价都在180以上 争取找到180以内的 对面就是朗县大桥 下面是崖路藏木江 对面山上还有字 人节地灵 火车站就是过桥 走3.6公里就到了 旁边还有个路标 距离冰川30多公里 这条街上住的地方比较多 去问问价格 在江边找到了停车场 自驾来的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没有栏杆 是不是免费的呀 看一下火车的铁轨啊 是从山里面穿过来的 沿着雅鲁藏木江的江边走 今天晚上就住对面的楼里了 这对面还看到了一个天梯 几乎90都垂直了 上面也是一个观景台 马路边 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 房间在6楼 房间 两间我自己选择 先看一下右手边这间 面积大概15平 电视空调 但是没有遥控器啊 只有电视遥控器 这个灯 打开刹窗 看一下对面 就是刚才从天梯爬上去 这个高度挺高的 山间云雾缭绕 再看一下另一个房间 这个卡片先拔下来 另一个房间 面积就10平米了 这属于小单间 拉开卫生间看一下 哇太窄了 感觉就两平米 不过下面是铺落地毯的 只有这个电视 没有空调 把包放这 今天晚上准备住这了 因为对面可以直接看到雪山 还有山间的这个字啊 以及对面的这个火车 轨道 火车经过时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还是住在这里吧 花了150 就像这边的交通啊 除了坐汽车大巴车 每天的火车只有下午3点半 100 我是直接买到拉萨呢 还是先去趟山南市 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个视频就拍到 就像这边的那样 所以我把雪山发发了 一样的这个火车 那边的火车 还在下午3点半 就像那样 有点这边的火车 在下午3点半 在那边的火车 就像那边的火车 那边的火车